白天诵经念佛一副出家人模样 晚上穿上黑丝就变狂野辣妹 与僧侣结婚 把寺庙当提款机 这个尼谷有多大胆 2015年10月的一天晚上 几名便衣警察在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前 埋伏了近四个小时 之后将三女一男缉纳归案 场面令人瞠目结舌 其中一名竟还是寺庙的住持 剩下三名是一个尼谷 一个和尚和一个隐庸 在搜查寺庙的过程中 眼前一幕也让众人震惊 没想到在房间的床上 竟摆放着黑丝 假发 以及各种品牌包包和化妆品 甚至还有私人浴缸 令人大低眼镜的同时 也让人不得不提出质问 这是寺庙吗 这是一群出家人吗 而这位胆大包天 靠你一个身份疯狂敛财的女人 叫做世之定 原名史爱文 史爱文出生于吉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 虽然生活贫苦 但却不妨碍她野心勃勃 想要出人头地的心 父母把她当心肝宝贝 她却嫌弃父母贫穷 一言不合就对二老大发雷霆 妥妥地养了一个白眼狼 于是仗着有几分姿色的史爱文 不过家人反对 只身一人来到香港闯荡 出到香港 看到这里车水马龙的街道 和夜晚璀璨的霓虹灯 让她瞬间被沉迷 决心一定要留下来 可是这个时候的史爱文 又没有钱 也没有合法身份 一旦被当地的警方发现 就会被立即遣返 好事后 香港梦碎 岂不是一场空 很显然 史爱文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一个绝妙的想法在她脑中萌生 根据香港规定 只要在本地找到一个香港人 结婚满七年后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香港身份证 并永远在香港自由出入 很快 史爱文就将目标锁定 在离一个货车司机身上 这个货车司机已经结婚 并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家人生活很是幸福 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史爱文可不管什么伦理刚长 主动追求起了货车司机 货车司机也是经不住诱惑 很快便因贪图美色 陷入温柔乡中 最后更是抛弃妻子 与史爱文结婚 反而这段婚姻 注定是不幸的 本来就是一场交易 史爱文必然不会真心 所以两人结婚 七年没生育一个孩子 时间一到 史爱文拿到了香港身份证 就果断将货车司机甩掉 拿到香港身份证的史爱文 也真正看守了自己的宏图大爷 为了能尽快飞荒腾达 他还将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龙恩来 其野心可见一斑 不过离婚后的龙恩来 生活也并没那么好 毕竟年过三十 姿色早已不复存在 也没有什么钱的他 只能靠给饭店刷碗为生 日子虽苦 但还是硬着头皮坚持 于此机缘巧合下 龙恩来发现 有一个名叫宝莲瑟的寺庙 香火很好 而且这里的尼古不愁痴穿 社会地位高 还很受有钱有势之人的敬仰 眼前的一切 让龙恩来躁动不安的心 再一次蠢蠢欲动起来 于是在这之后 他开始疯狂表现 常常到寺庙来礼佛参拜 俨然一副前程模样 但察觉时机成熟后 龙恩来找到住持 提出了想要出家的想法 住持也被他持续诵经念佛 抄写经文的行为所打动 就这样 龙恩来成了尼古 法号士智定 只不过一般人进入寺庙 都会收起杂念一心向佛 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对于士智定而言 这才只是他宏图伟业的开始 住豪宅 穿黑丝 与和尚结婚 这个女尼古的手段有多高明 进入寺庙的士智定 特别会察言观色 院里的大小事物 他全都包来 人缘也是特别好 在大家眼中 他就是一个勤快 又潜心向善的尼古 只是谁都不会想到 表面勤勤恳恳的士智定 背后却常常发牢骚 一个月忙前忙后 老住持发的钱 还不够自己塞牙缝的 不过即使再有不满 装还是要装下去的 于是善于伪装的士智定 还得到了老住持的欣赏 并于将他培养成接班人 终于没多久 机会来了 定会寺需要一名新住持 初会住持便推荐了士智定 只是到了定会寺的士智定 才发现 这里与宝莲寺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修缮得也没那么大气 甚至可以说是破旧不堪 不过唯一的好处就是 在这里 自己有了更多的士智空间 于是士智定进入寺庙后 再次发挥自己善于社交的特长 很快被提拔为定会寺监院 一时间呢 院内大小事物全都由他掌控 他也真正成为了人上人 受到寺院和很多相克的尊重 只是这对于野心勃勃的士智定来说 这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一次让自己声名大噪的机会 很快 一家开发商想要买下定会寺的地皮 修建一处居民楼的时候 士智定带头反对拒绝上亿员 一心只想守护定会寺的行为 受到了很多人士的称赞 而在采访的时候 士智定更是大意凛然地表示 定会寺虽然很缺钱 但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因此伤害 每一位虔诚信徒的心 不出所料 这副轻心作态的模样 一下子让定会寺收获了大量的信徒 同时他的名气也在圈中流传开来 而他看似诚恳的发言 其中用意不言而喻 眼看时机成熟 士智定又站出来表示 定会寺缺钱 很需要一笔钱来修缮寺院 这样才能让信徒们更好的虔诚败佛 此话一出 社会业界人士纷纷开始捐款 很快捐款金额就达到了670万 这其中还有很多明星捐款 只是谁都不会想到 钱到手后 士智定并没有拿他来修缮寺院 提高僧人的生活水平 反而把善款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 大肆挥霍 而百年历史的战前古建筑定会寺 虽然外表残就不堪 到处受到板椅侵蚀 天花板渗漏严重 强声发霉变黑 地板破损裂开 但女住持士智定房间里 却有九个大小不同的衣柜 以及还有放置很多美容用品的杂物柜 甚至还有私人浴室 而在衣柜中呢 不仅有假发和普通人穿的衣裙 甚至还有很多法国名牌护服用品 以及十多双奢侈品真皮皮鞋 最重要的是 一个出家人的房间里还有吹风机 总之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做不到的 然而如此豪华的房间 并不是他的住所 因为每天晚上 他都会命令司机驾着豪车 把自己送往大浦比华丽山别墅过夜 而这栋别墅的价值竟高达四千万元 人家僧人都穿朴素松袍 士智定却是穿着短僧袍配着黑丝 再搭配一双皮鞋 与普通僧人装扮截然不同 而士智定平时的生活模式 也是多姿多彩 如果寺内无需举动法事 他从豪宅折返回寺院后 会继续在房间睡觉 直到中午起床后 便会带着徒弟们到附近商场逛街购物和下午茶 出门便是奔驰宝马等豪车接送 到了晚上 他常常出入各类高档娱乐场所 以及五星级酒店 更过分的是 就连他饲养的两条狗 每月的狗粮花费 都在七千岗元 这一生活简直看比贵妇 哪里像一个六根亲近的佛门中人 只是这样的生活 也还是无法让他满足 白天拜佛念经 晚上私生活混乱 这个迷故 有多会玩 蛇迷生活都无法让士智定满足 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接连和两个男人结婚 其中一位还是个23岁的小伙子 以及一位38岁的中学老师 这俩人在内地还都是出家人 来港环俗成亲之后 获宝莲丽丝法号 再度成为出家人 并一度在宝莲丝工作 其中38岁大陆教师 还在宝莲丝担任维纳 也就是领班的重任 贫固于和尚结婚 真是让人想都不敢想 而好好的一个佛门清修之地 硬生生让士智定 搞成了一个敛财和偷人的局所 不过天网灰灰 说而不漏 士智定的所作所为 很快被虔诚信徒 翁敬经发现端倪 在一次去拜佛的时候 翁敬经认识了士智定 因为是香港艺人 再加上热心 也协助士智定建立了一个网站 利用自己的号召力 为丁慧斯筹集善款 有了翁敬经做宣传 社会各界的信徒 纷纷慷慨解囊 香火前向流水般 源源不断地向丁慧斯飞絮 可是本来很惊认士智定的他 却渐渐发现 士智定筹集了那么多善款 用来修缮寺院 但寺院却一直是破破烂烂 他隐隐觉得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再加上很多人都举报揭发 士智定与一般出家人有意 于是翁敬经决心调查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很多捐款都不翼而飞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的虚假账目 大概估算 近有四千万善款 都被士智定拿来享乐了 而原本看上去看破红尘 无欲无求的尼古 实际上 却过着非常奢靡的生活 更令人啼笑皆废的是 当被翁敬经质问 为什么与和尚结婚的时候 士智定竟淡然解释说 我是假结婚 目的 是想引进内地的佛学人才 终于察觉自己被骗 充当了士智定敛财工具的翁敬经 愤怒地召开了记者会 并当众揭露了定会寺主持 士智定假结婚 大肆敛财 挪用善款等违法行为 士智定也在2017年被起诉 什么豪车豪宅奢侈生活 都成了一场空 难怪佛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而如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很多尼古或者和尚 不再是单纯的修佛之人 而是变成了一种职业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 类似这样的话题 一群尼古和和尚聚餐 一位和尚拿出一碟百元大钞 公然跟没问尼古和和尚发钱 很多网友看到会也直呼 和尚和尼古变为职业后 连骑马的敬畏之心也没有了 出家人本是看破红尘的修行之人 但如今具有着很多的 假和尚假尼古 甚至有很多寺庙 专招高学历的人来当和尚 他们不仅工资待遇高 堪比事业边 甚至还配有车子和房子 不仅让一众普通人都羡慕不已 有时甚至感慨 还不如做个和尚尼古不愁吃喝 还自在 如今的寺庙伤又还非常严重 很多佛门子弟 虽是尼古或者和尚 但却并没有潜心修佛的心 更谈不上普度众生了